这瓶葡萄酒来自著名的罗曼尼康蒂葡萄园 占地约25公顷 相当于62英亩 他们生产的葡萄酒数量有限 以保证质量和价格 伯根蒂是全世界葡萄酒爱好者心中的耶路撒冷 最令人膜拜的殿堂 世界著名酒瓶家Robert Parker说 罗曼尼康蒂是百万富翁喝的酒 但只有一万富翁才喝得到 它是DLC中园区最小 但也是最顶级最精华的葡萄园 被誉为天下第一元 这些葡萄园自1986年以来一直在经营 这瓶酒在2018年以55.8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一瓶葡萄酒 瓶子上的1945年不是巧合 那一年 罗曼尼康蒂葡萄园成为恶劣天气条件的受害者 导致葡萄酒产量下降 这意味着这种酒只生产了600瓶 谢谢你